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成为朋友 红不红是其次 而且她也不喜欢只跟特别红的人玩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泰迪姐妹团 该团员于霍斯燕的自创超排名 他们都喜欢养泰迪 而且年龄相保 志趣相投 正日在微博上抱团 私下也是聚会多多 请比今天更连接近来 最初的成员包括大姐秦兰 二姐霍斯燕 三姐李小鹿 四姐熊乃尹 五妹甘威 六妹肖鱼鱼 七妹杨幂 边外人缘英才二 不过 后来这个内地娱乐的著名闺蜜 团却因各种原因分崩离析 网上传言当初杨幂和霍斯燕拍戏抢角色 两人因为一巴掌 将姐妹请打面 也有另一种说法趁姐妹团关系破灭 是因为李小鹿不满杨幂突然爆红 还曾在颁奖典礼上公然给坏脸色 究竟真正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 反正杨幂结婚时 她比姐妹团成员一个也没有出席婚礼 连微博送祝福也没有 杨幂退出后 据说刘云 英采亚加入成为新成员 不过那2017年底姐妹团人员再次打换血 变成了李小鹿 秦兰 骂苏 姜颜和芳安娜 之后李小鹿爆出叶索门事件 引起舆论哗然 当时几名当事人李小鹿 甘甲乃亮和骂苏的 都在网上发文澄清 不过随后网上爆出圣诞夜当晚 几个人也是一起度过 而且秦兰也在其中 按理说 作为好姐妹 当晚就一起过圣诞 秦兰也应该出面 帮忙解释一下 不过她却始终保持沉默 甚至还在之后的圆诞夜 继续和其他闺蜜聚会庆祝 这么一看 秦兰似乎是素了解 内情 大难临头各自肥 不过该为宝出财政风波后 她却不离不弃 不仅为对方的活动站台 还在微博发声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秦兰如今最好的闺蜜刘云 曾经公开与泰迪姐妹团话倾接线 称自己不整容不养狗 刘云公开说自己不整容 这不也正好打了秦兰的脸吗 但现在两人却成为了最好的闺蜜 所以明星之间是素量友谊 还是确实有真感情 恐怕真的要看各自的运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